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看到今天的世道常常就会问呢 神到底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呢 诗人在诗篇九十二篇五到七节当中说 耶和华啊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何其深 畜类人不晓得 余万人也不明白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 所以神允许许多罪恶发妄 他允许许多罪恶茂盛 就好像草一样的 这正是今世当中啊 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的写照 但是神的旨意是毁灭一切作孽的 我们很多人都对明显的不公义和以权谋私的一些现象很关注啊 神的回答是 我在任其滋长 但有一天他们要被我的审判斩除掉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 神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之前 要成就的三大目的 好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这是主耶稣从橄榄山向着殿雨发出的一番预言 分别在三本福音书上都有记载的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和马可福音的是三章 他们各有不同的重点 只不过是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实质是指的同一回事 这里提到末世的各种预兆 其中第十四节是最典型的预兆了 经文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正是这个特定的问题的答案了 那就是最典型的预兆了 也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启示录的第七章 九到十节对丰收的描写 经文说 此后我观看 既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好了 我们注意啊 那里必须有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面来的人 每一个语言 每一个种族的背景都听到了福音 至少各有一个代表来到神的宝座险 但除非有人去传呢 否则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听到了 基督教会的优先责任呢 就是向世上万民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这就是指你和我呀 我们需要醒过来了 圣经说在丰收时睡大觉的儿子必要羞愧呀 我们教会当中太多睡大觉的儿女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默契来到之前要做的第二个事 那就是以色列的复兴 这里说的以色列不是指教会 不要混淆了啊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4章 我们来看一个焦点的突变 先是讲到全世界 突然间的焦点转变到地球上的一个非常小的领域 那就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土 因为在第十五节那说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这圣地就是圣殿所在地呀 十六节那说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这根罗马书的十一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段经文是相对应的了 保罗在这里是对有外邦背景的信徒写信呢 他说啊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应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你看啊 神的奥秘在这里展现出来了 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这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十四到十五节的转移了 首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 神从永恒当中预定要得救的每一个外邦人 必须把他们先带进来 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是圣经所应许的 会全民族得救的唯一的一个民族 那不过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说 以色列指着以色列人喊的说 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鱼数 鱼数指着什么呢 就是剩余的鱼啊 鱼数 是指神选定预知的人数 当圣经说以色列全家得救 全家就是鱼数了 以色列人还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 才能全家得救的 圣经称他为雅各遭难的时候 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 约尔书的三章一到二节 经文说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贝鲁之人 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万民 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 在那里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我的地土 那你注意了啊 万民就是指着外邦人 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主审判的意思了 这里是神就说了 他要按照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来审判列国 这不会取决于人的喜好 或者什么恨恶 反正它是要发生的了 不过意识到这一点 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他们不但是要把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当中 而且他们也分去了他们的地土 神在这里所用的词啊 不是他们的地土 而是说我的地土 我们要记住啊 首先那是神的地土啊 因为神把他赐给了以色列啊 于是那地也就属于以色列了吗 好 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这里说到君王和国度的来临了 我们应当理解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是直节和约尔书有关联的 场景是同样的 经文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好 我们看到了啊 这些荣耀的宝座是主在地上的宝座 目前他是坐在父神的宝座上的 所以当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成两组 绵羊是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如果我们仔细看 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就会知道 分的依据是他们怎么样 对待耶稣的弟兄们的 他在四十节下半段说到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审判是非常严厉的 对绵羊呢 他在三十四节下半段说到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国度了 而对山羊呢 主在四十一节的下半段说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在今天的政界 神目前至高的目的是要 重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地土上 这是复兴他们归向神的先决的一个条件 以色列民族 他们散聚在一百多个国家 长达十九个世纪之九啊 各种压力都逼迫他们 放弃他们的身份 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很独特的 分别出来的子民啊 这真是一大奇迹啊 近几十年来 他们已被从一百多个国家 招聚回到以色列了 这是神控制人的历史的展示之一哦 从一九九二年到九四年间呢 光俄国的犹太人 就有四十万人回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当时的人口是多少了 是四百万 也就是说 他们突然间增加了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新移民 他们没有财富资源 而且大多数体弱多病的人 这么多的人 一下子要被吸收下来 针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政府来说啊 一下子接受十分之一的贫困移民 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哦 但这事的确是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旨意促成了他成为现实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 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在末期要发生的事了 当然这里的次序不一定是按先后次序发生的 不过这是圣经上出现的次序 这第三件事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教会 做基督的心腹 我们在前几次节目时间已经看过了有关的经文了 那不妨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读出一段 已经重复过的经文 而不再做另外的解释了 这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六到八节经文说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中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昏曲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像蒙恩德川光明洁白的细马衣 这细马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了 那么心腹做好准备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简单看看其中的三个 第一 对耶稣完全的尾身 是心与心的关系 不单是教义的关系 或者头脑上的关系 而是心与心的关系 这心把耶稣放在我们的首位了 不会跟其他事情分享的 夫妻之间 不可以把对方的关系啊 放在高于耶稣的关系上的 这也是美好的婚姻的关键呢 因为当耶稣在他当在的位置上的时候 也就被夫妻两个人尊为首的时候 那么夫妻之间一切的事情呢 也就各就各位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 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我们知道了 许配的意思啊 虽然不是婚姻 但跟婚姻同样是不可悔的 保罗说 如同真结的童女 如果我们转向格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 属于格林多教会的了 从第九到第十节 那保罗说 你们岂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做鸾桶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得记住啊 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了 除非你悔改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那然后保罗在十一节上半段 他就说了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那么我们试想想看啊 这样的人 保罗却说啊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这是基督保血大能的见证啊 借着信耶稣和他保血的大能 保罗把这个原来是属于下九流的人 称为是如同真结的童女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 第三节节者就说了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血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存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 诱惑了夏娃一样 那注意了啊 这是许配合婚宴庆典期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危险了 也就是我们的头脑会败坏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存一清洁的心 可惜啊 这的确是已经发生在许多基督徒身上的事了 其中一个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新纪元教导已经开始大大的侵蚀教会 败坏我们的头脑 是我们失去了向基督所存那存一清洁的心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高谈库论神学 系统的研读圣经 那当然是好事咯 但是如果变得过分的专点 把它当作是学术成就来对待的话 就往往会变得属灵上的败坏了 圣经在这里警告我们呢 不要失去对基督存有的 存一清洁的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最初得救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会回应每一个祷告的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了 我们就开始理论起来就会说了 哦 对 嗯 不过 如果 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这样我们就失去了 初心的存一清洁的心了 保罗的意思是 他很关注这样的事 因为这会使我们变得不配做基督的心腹了 好 我们再回到格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一节 保罗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好了 我想问问啊 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会愿意重复这后一节的话呢 你愿意的话 跟我说一次啊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要知道啊 作为心腹 我们必须要以洁净 成圣称义 我们不可以忘记 出信的单纯啊 注意圣经 坦白公开的说到 称为淫妇的教会 我们可以在启述的十七章 和其他地方看到 心腹和淫妇的区别在哪里呢 只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心腹持守住对耶稣的尾身 而淫妇却转离他 现代世界上就有一个淫妇教会存在了 而且在不断的增长啊 这样教会当中的会众 放弃了最初对耶稣的尾身 开始参与各种不符合圣经的一些事情了 那么对心腹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 那就是满心期待新郎的再来 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 二十八节经文说 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那你知道了吗 基督要向谁显现呢 向那些等候他的人 心腹热心的期待新郎 是合情合理的事 好了我们接着下来看 第三个条件 那就是适当的装饰了 每一个人都知道啊 新娘的装饰是非常重要的 这基督的心腹的装饰 那就是我们的义行了 在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当中啊 耶稣对七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都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所做的我都知道 你注意了 他没有说我知道你的教义 你的宗派立场 你的神学背景 他不这么说 他说的是啊 我知道你的作为 就是你做基督心腹的装饰了 不是教义 而是你所做的事 侍奉神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候压力是很大的 但下次你诚实的侍奉神 却感到有种种的压力向着你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了 这不只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预备你心腹的装饰 注意了 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呢 你的感受就会不同的了 好 让我们总结一下 神必须成就的三个目的 第一 福音必须向万民传开 这是整个教会的一个责任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免去这个责任的 这不单是几个专职人员 传道人 或者教会的长老 职士 或者那些称为宣教士的人的工作 而是每一个委身给主的基督徒 都有一份的责任 第二 在默契结束之前 以色列必须要先被招聚 回归他们的地图 然后回归他们的神 在以色列结束的三十六章二十八节那说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那就是最终的目的了 其余的一切 什么政治 军事 协谈 什么交换 都只是过程之一了 以色列必须被招聚 这是一个原因 神要对付的不只是他们个人 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民族来对付 因为神与他们立约的不是一个团体个人 而是整个民族 为了能够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来对待 神就必须把他们招聚在一起 唯一的地方就是神最初赐给他们居住的本土 好 第三个条件 那就是心腹的预备了 心腹要忠心了 忠于耶稣基督 要满心的期待 再加上自己的义行 好了 看了神在末期的第三个目的了 那么你想一想 你与神的目的是相吻合的吗 差距有多少呢 那么下次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说 愿你的国降临 我希望你记住 盼望神的国降临 需要你和我做到与主的目的相吻合 好不好 好 接着下来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题目了 那就是 我必震动万物 我必震动万物 在诗篇的九十四篇 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 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好了 如果你还看不出这话的其中的意思的话 那么在我们讲完这个题目之后啊 你对他会有更清楚一点了解的 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那说到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那然后在第七节上半节 哈盖就加上了一句 在希伯来书没有引用的一句话 就说到 我必震动万国 那因此 神是在说啊 他必震动万国 他必震动天地 沧海 汉地与万国 思考这个主题 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啊 我们人的大脑 是没有办法 吸收这句话的全部内涵的 那就是 天 地 海 汉地 与万国 都要被神的大能震动 我们现在不妨来问一问我们自己 哪一些细节 事物是可以被震动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两类房屋的比喻了 一是建造在沙头上的 另外一种呢 是建造在磐石上的 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47到49节经文说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 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你看啊 这是两类不同的房子 两类不同的房子 我们可以注意了 这两类不同的房子 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相同的呢 他们所经历的考验 是相同的 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被大水冲 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风暴 不要想象我们身为基督徒了 我们信了耶稣了 就会使我们呢 免受生命的风暴了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就错了 甚至可以说 情况正好是相反的 今天有一种传扬真理的形式 那只是半真半假的 声称啊 如果你来到主的跟前得救了 那么一切呢 都会好起来的 你就永远不会有问题了 等等的 我们大部分人呢 即使不是从圣经当中知道 从经历当中 也已经知道 那是不真实的 不同之处是有一个 不是房子经受的考验 而是在于一个建造在坚固的根基上 也就是磐石上 另外一个却不是的 在沙土上 耶稣说啊 建造在磐石上是很简单 那就是听到他所说的话 就去照着遵行了 那是唯一的根基啊 这就使我们在他上面建造的房屋 不至于被震动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呢 我将跟你分享 我必震动万物 这个题目 欢迎你按时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